戴斗麗挑起扁蛋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到新竹 一名要寄 藍營陶竹苗戰將張善正 林根仁和謝福洪 通通到場和綠營桃園鐵三角 拼場意味濃厚 朱立倫營造藍營大團結氣勢 但是否真的走中道路線 卻引發質疑 因為中共軍演剛落幕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炎 立刻率團去中國 更傳出目的 不只為了幫藍營選舉 木糧草 背後還可能是 中國主導要求前往 任何羞辱或者是無稽之談 我真的不願意回應 不要來羞辱我們 不要來把我們當作弱智 不要用這樣的方法 來惡意的攻擊我們 朱立倫博之傳言 不過夏立炎仿中後 朱立倫除了主持中場會 神贏兩天都沒公開行程 也被認為有意躲避敏感議題 畢竟炮火不只在黨內 資深媒體人黃偉瀚 也在臉書PO文怒批 國民黨竟然派副主席 去鋼炮打臺灣軍演恐嚇的中國 現在綠營換肩已經拆彈 失之列車上卻還加掛車廂 載著藍營的人 儘管可能衝擊年底選情 朱立倫能強調是做對的事 但隨著藍營地方諸侯接連表態不挺 又讓朱立倫領導微信备受質疑 三续黄大方寸产周星主层报道